对啊 你看我这么放假了吗 不带我去米其林餐厅吃一根 那我给你做个红烧鱼肉面 听说米其林餐厅吃菜了 我给你做个大碳吧 不是 我说的是出去吃 那行吧 我给你吃吧 我刚从掏菜菜上买了一堆食材 在家做一桌不香吗 这原汐牛肋果价格平均 上面的剑子肉也不少 抽个水啊 待会儿做它意想不到的大餐 炒个糖色 自然是要做红烧的 我红烧一锅牛排 就能给它变出三种吃饭 煎到最后的牛排 浇上糖色 再丢点香料 和没过牛排的水 哦对 黄酒必须放 炖一个半小时 现在搞我的虾 这虾不光个儿大 还新鲜得很呢 哎 猫咪都被馋到了 销动后啊 我打算一根全剁了 我家那个懒货啊 是不乐意吃再可虾的 所以我打算 给它做那个聚火的 一口全是虾肉的 铁板虾滑 剁到起筋的虾泥 还得调个味儿 然后啊 顺一个方向 搅到上进 用我这个烤长板 烤虾滑再合适不过了 一定要挤粗粗的一条 这样才能煎出来外面脆 里面的虾肉还嫩 哇 看着好香啊 不过啊 还得点个小道 继续煎 再放蒜末洋葱爆个香 再放生抽糖烧烤料啥的 调味儿 最后小葱这么一收 汤汁也干了 这个招牌小吃 就被我攻克了 哇 简直香死了 铁板虾滑 搞定 拿出冻番茄 那自然是要做 番茄粉丝虾饱啦 冻过的番茄 当然番茄酱也是要加的 一勺盐两勺糖再加点水 我还留了几只带尾巴的虾 拍片裹个淀粉 下到番茄锅里 再来把粉丝 咕嘟咕嘟 最后再撒个葱花 哇塞 这酸甜口的浓浓的番茄味儿 热乎乎的太适合冬天缩一口了 番茄浓腾虾饱 搞定 差不多牛排也该炖烂乎了 妈呀 也太香了 把这几块大的夹出来 这块肉多做汉堡 刷个烧烤酱丢烤箱 再烤十分钟 就可以组装大汉堡了 最好吃的组合 肯定是海绵宝宝的配方了 不同的是 我可用了整根牛肋骨 配换了肉饼 那大汉堡 搞定 翻口了一根 就直接摆个盘 就是一道西餐主菜了 刚才炖的一锅 剩些小块的 直接收收汤汁 就是一锅红烧排骨了 那直接加到泡好的面里 这一碗红烧牛肉面 口口带肉 可以放开吃 大块排骨面 搞定 菜够了 再搭配点齐成 哇 也个个过大饱满 嗯 水分好足 这一盘正好可以解腻 还有鼓励多 兔年定制礼盒 真喜庆 这过节送礼啊 特有面 你给哪买的这些年货啊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12月22日22点到1月20号 去淘宝搜索淘彩彩 这忙了一年了 买点好年货 品类多多 还有各种精美的新年礼盒 价格还便宜 品质啊 也是真的真的好 好钱吃饭了 吃啥呀 特别小的很好吃的 哇 嗯 我最喜欢吃炉菜 嗯 我最喜欢吃炉鱼汤了 嗯 妈 我最喜欢炉鱼汤了